第六回 hello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的拼天旅团第六代 来啦 这一次的拼天呢 充满了花花草草以及季节的氛围唷 好 这次呢 我们要介绍两个系列 第一个呢 是色彩很优雅 而且很实用的喵大 然后还有一个是色彩很丰富 而且充满着季节感的安琪米拉 我们继续看看吧 这个拼天作品我们使用到的是喵大的珊瑚绿色 其他还有仙女丸的标签4 齐泽先生的片花 文具人格的字 以及一般书店购物的天纸 好 我们透过女孩子来记录生活的点滴 并且汇聚成胶卷的片段 周围还充满着花花草草呢 那这一些气质款的花花草草啊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又或者是生命里面出现的各种美好 每个过去的经历啊 不见得非常的美好 但都是过去的 或是可以被一些美好的过程和回忆所取代 就像我们这边使用的这种美好的文字一样 希望大家都可以战胜生活当中所有的挑战 再来这个拼贴 我们使用的是喵大的粉红加年华 以及自己印的文字 还有文具控朋友给我们的分装 我近期啊很想尝试这种使用黑色纸来做的拼贴 像这款的花朵啊就非常适合耶 这样的色系在黑色的纸上又呈现出另外一种氛围 你看啊像这样子充满气质的花 以及那种复古风情的妹子跟文字搭配在一起 是不是文艺气息爆童 真的是通过荧幕啦 看看这些花草蝴蝶和主角所在的草皮上 搭配的天油缝 那也让人好奇哦 不晓得这位主角他在读什么样子的书呢 再来是安琪米拉的作品应用 我们使用安琪米拉的PET交代春芽萌动 还有转印贴纸春日粉荫 以及一般书店购买的纸材 安琪米拉这个系列的作品啊 真的是满足了我很多的拼贴梦耶 比方说我想要用一转纸招带拼贴出一棵大树 又或者是来使用这些季节方面的素材 真的是超快乐的耶 虽然说都是春天的素材 但这一左一右看起来也有两种氛围呢 那我们以这棵樱花树为分界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气质妹子 这边可以看到活泼俏皮的可爱妹子 一个构品两种风情 是不是让人非常向往呢 整体氛围啊真是浪漫又温柔呢 就像是一幅很完整的画作呢 而且啊这里面所有出现的素材啊 都是在同一卷里面的哦 但是它可以营造出两面不一样的风情 我非常喜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这个拼贴作品使用到的是 安琪米拉的夏花绚烂 以及一般书店购买的纸材 大家来看一下哦 这个明信片的拼贴啊 基本上只使用到一卷夏花绚烂 就可以营造出像这样子丰富的夏月氛围 真的是将夏月的美好尽收眼底啊 这系列本身呢素材就非常的丰富 拼起来就是一幅画又可以是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把这些素材做成有层次感的搭配 比方前排的花朵 中间人物以及建筑物 后方还有像这样子的海景 这种多层次的搭配 非常有趣 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一点呢 仿佛自己就好像站在离海岸不远处观看的第一人称一样 希望大家看到这张拼贴 也可以感受到 夏日风情 一起来夏天度假要 投力帖 对啊 力智豹 POWER 力智达人 POWER POWER 多了 三多 三抛 不知不觉拼贴旅团分享来到第六回合啦 希望各位看得开心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拼贴练习证哦 我们也会在拼贴路上持续的精进努力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想看更多详细的拼贴美照 欢迎追踪我们的IG 好 大家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